兄弟们咱们这老水缸可以放鱼了 这水质过滤的还算清澈吧 总比咱们现在这个鱼缸里面水质要好很多 直接捞鱼 因为这两个鱼缸里面都没有加热棒 它们的水温是一样的 所以直接往里面捞就行了 这可就不用再什么过温过水了 都是本地的水温度也一样 我那个老水缸里面为什么没有放那些瓦片 砖头什么东西的 就是因为鱼多了 如果说放的那些东西太多 鱼生活的空间就会变小 现在看上去这个鱼缸里面养鱼密度有点大 其实还少了一条鱼 我们这里面在这个木头的后面应该还躲着一条鱼 咱们把沉木拿走 好重啊 那条鱼不用找了 烂掉了 烂掉的鱼怎么处理呢 直接喂鸡了 这口鱼缸我们得好好收拾一下了 为了迎接我们的雷龙 因为这个鱼缸本身就是准备养雷龙的 当时天气比较冷 后来雷龙就没有买 咱们现在天气转暖了 给雷龙鱼准备一个漂亮一点的家 先把钢壁上的绿枣给它清理一下 咱们玩草钢的朋友一般都是用刮枣刀对不对 但是我们大典的鱼缸还是磁力差比较给力啊 鱼缸终于是清理干净了 这盆里的水我可是一盆一盆往外端的呀 咱们看一下我走的这条路 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我们韭菜被浇了一遍 后期鱼缸养雷龙了 我们这个紫幼母的梳妆还要不要往里面放呀 你们看一下这个上面还能认出来是什么水草吗 刚刚发现一个好现象啊 蓝兽开始追逐了 这是要繁殖的节奏呀 还是干点正事吧 给我们这个鱼缸加水 现在咱们想清楚了 这个沉木就不往鱼缸里面放了 但是这些水草我们要把它流出来 里面长了好多的绿枣 我到时候会用五二泉泡一下 你们给鱼缸除绿枣的时候用什么方法呀 反正我是一直在用这个五二泉 咱们直接往里面倒吧 我也不知道倒的这个量可能会超标 如果咱这里面没有鱼没有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搅和一下 让它均匀一些 基本上每天往里面给大家添加一次 三四天之后这些绿枣就没有了